水里乡新农老人会日前举办会员大会 许多会员也到场共襄盛举 听取简报 以及了解未来老人会的发展 这次是我们水里乡新农村 112年新农村会员大会 现在水里乡新农村 是一个人口结构高龄化的一个社区 我在这里期盼 我们县政府跟乡公所 能够关注我们在乡下地方的 高龄化的社会结构与福利 议员王秋水也指出 老人会举办会员大会 除了宣告相关政策外 也要来与乡亲分享 先前争取的庙城前改善工程 都已经顺利完工 今天很高兴 今天是水里乡新农老人会 今天在办到我们今年度的会员大会 在这里祝福也要考虑到我们县农老人会 可以台会员圆圆 要考虑这些社会 大家可以身体健康 我们的行政策 就在土里乡白的旁边的庙城 祝福也要带我们的设备会 共同来经历到这些 带我们的亚民方向庄 经历到这些庙城这个庙城的部分 这次也带我们水博球来做改善 现在也在这个庙城 以及这个庙城的环境 和水口的部分都已经来完成了 希望透过举办会员大会 除了让会员们更加了解老人会的方向与政策外 也祝福挥屋昌龙 接着邱品义水里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